派派送活动 吸引几千人聚集 引发松乱 多人受伤 警方拘捕最少65人 近一半是青少年 警方计划控告 涉事网红 煽动苏联等罪 警方施放烟霧弹 驱散人群 有人推倒围栏 又向警方投顶杂物 也有人爬上车顶破坏 事件源于21岁美国网红 赛纳特早前在社交平台 星期五会在美国 纽约曼哈顿的联合广场 派发免费游戏主机 和礼品卡 吸引大批人聚集 但活动开始之前 人潮忽然失控 警方期后宣布 活动成为非法集会 调动近千警力到场 维持秩序 有民众和多名警察受伤 多人要游救护车送院 涉事网红 赛纳特在YouTube等 两个视频平台 一共拥有超过一千万追随者 他到场之后 曾经呼吁民众绝以安全 之后被警方带走问候 警方计划控告他 煽动骚乱 非法集会等的罪名 目线电视记者 核英杰报导 开战 张大俞 一次 感谢观看